我是XRSoftware的Mr.Law 今天想为大家分享这个 AutoCall Item Batch的Module 什么是Item Batch呢 Item Batch其实就是 当你的工资有不同的批 OK 不同批的那个Item 出去给那个客户 OK 在这种情况 可能你要控制一些Expirated 或者是它的Quality的东西 这样你就要用到这个Item Batch 这个功能就是一批批出 一批批出你要知道那批有问题 你要检查要收回来 要做report给一些政府部门 还是ISO 就是要用到这个Item Batch 是用一批批的 所以通常会拿来做什么 check那个Expirated 给那些F&B 不管你是门市啊 Difa你要check那个Expirated 你就要用到这个Item Batch的这个Module 然后你是医药行业的 Difa要的 Difa那个洗药的 它有那个Expirated的 或者是美容产品啊 用的那些产品啊 OK 洗水啊 所以如果你有Expirated的 你要control它的Expirated 这样你都需要这个Module 另外一种情况是Quality Control 好像你公司有Apply ISO的 你从原料到你生产出来 整批你要check回去 这样你也是要用到这个Item Batch的这个功能 然后有一种情况好像 Out 你卖 吃砖 吃砖它每一批来到可能也是香菜 一点点啊 你担心它的 那个颜色会影响客户啊 这样你也是可以用这个Item Batch 这样以后的话 你卖的时候 你就要用这个Item Batch 来checking checking它怎么样去 control usingItem Batch 所以最后最后就是批发蔬菜 批发蔬菜如果那个 农药部还是Module 担心你的农药过多啊 他抽样检查到Desco 还是Desco 那你要一批批这样子 检查那个菜已经是批发到去哪里 好像这种情况也是要用到 这种Item Batch的Module 最后最后就是 一些Timper Timper的行业 Timper行业 他们可能来的时候 是一LOD一LOD 所以每一个LOD就是一个Batch 然后它就聚成版 这样你要control那个LOD 进来到你聚版 这样也是用Batch 然后这个Batch的版 好用一下的 OK 所以事不宜时让我讲解这个Item Batch 它是怎么样操作的 OK让我们来讲解一下这个Item Batch 是怎么样操作的 首先我们先 进入这个第1个环节 那个Enter Opening Balance By Batch 每个产品它有自己的那个 Expirate Date 所以我们去update这个Expirate Date 进去Item的时候 首先你要enable这个Item Batch的Module 你去Tools Program Control Module Settings 然后来到这边这个方向 Item Batch 通常这个是在Pro Edition才有的 Professional Edition Auto Count 以上的Professional Edition 以上 还有的 然后你去到enable了过后 你去Item Start Item Maintenance 这里 这边 你可以找这个Column出来 Item Batch Number 你看这边是没有Go的 当我们edit的时候 你看这边可以Go的 Ctrl By Batch Number Let's say我们 有两个产品 两个产品 是有Batch Number 第三个产品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做一个Sample 你Go了过后 你就看到这两个产品 是有Batch Number 然后你要key那个Batch 那个Number 你可以在 edit回之前的这个Item 在这边你可以key in 那个Batch Number Batch Number 拿一个Import Opening的那个Excel OK那个Excel你拿到过后 它通常有红色 红色这些是一定要compulsory 要key in 然后这些黑色的 Full一定要key in 都可以的 还有Quality跟Cost 最好是update 在Opening的时候 要不然你那个Costing就不准 所以这个是你最后一次 捕获的热期 这些Expire Date你填了 它就会跟着你的Expire Date 所以等一下我才解释什么是Expire Date跟Sue Date 这两个热期是很重要的 你有填写到然后这两个热期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没有填写到 它会发生什么事我们来 做一个 Sample OK我们来做一个Sample 所以我们现在 因为Item C是没有Item Batch的 只有A跟B所以我们就copy copy的时候连这个header也一起copy到这边OK 直接copy整个东西 然后 然后 尽量不要改 不要改啦 直接不要改那个header 改了header你copy进去的时候它找不到 就不要改 然后改了过后你回去 System那边 其实 你看这边的Import from Excel这边是没有Item Opening的 Item Opening你一定要进去我们的backend backend control了 OK你一定要去Management Studio 在这边你要打Management Studio 然后你Login进去Management Studio 你就打Password 就进来了 然后你就import 这边有这个Stock Item Opening So你Paste进去 你Paste进去 So那个系统 会自动把你generate那个Item Batch 如果你没有它都会自动把你generate的 不用担心的你不用自己跑去加那个Item Batch 加了然后才进来这边 Key那个Item Batch 不需要OK然后你就import Import了过后你回去系统那边 刚刚我们那个系统那边 你回去Item Maintenance这边也好 你refresh一下你会看到那个Balance已经update进来 然后它会在这边有那个Quality跟Unity Cost OK Quality跟Unity Cost 然后也会在那个 Opening Binance Maintenance 这边 你看到它已经是帮你 填好了啦 这两个Batch 所以你不需要自己去加的 刚才我们是只有002 现在它已经帮你加了进去 这个就是怎么样key in 那个Opening 我们进去下一个环节 OK下一个环节是讲你Stock In的时候 Stock In不管你是Stock Receive Purchase 还是Examble 如果你有用到Examble Module 它可以当场加那个Idle Batch 讲完了我们才讲 出货的时候 怎样去选那个Item Batch 我们先讲那个Purchase Purchase进来的时候 怎样操作 所以是不是需要让我 Show那个System OK当我们Purchase Invoice进来的时候 你会在这边选择 那个Item的时候 如果它是 这个Supplier是跟上一批 或的Batch Number一模一样 Send给你你 你只是要选回那个Batch Number 如果这个是新的一批的 Batch Number你就直接加一个 这个Batch Number你可以跟你现在的热纪 或者是你Expired的热纪 如果是你要打Expired热纪 你就这样打 如果你是要跟这个热纪 你就打这个热纪 有一些Supplier他没有给你热纪 这样你就自己去做一个Expired 的Batch Number OK 有一些Supplier没有给你Expired的Batch Number 这样你自己做一个Batch Number给他 这样你可以跟那个Expired Date 或者是那个你的Invoice Key进去 当作是你的Batch Number 是没有问题的 Invoice Date更容易 你只是买这一批货 但是Expired Date你就要填对了 Expired Date这个货即是Expired 这个Expired Date跟 Sale Date很重要 我先讲这个 Sale Date Sale Date就是你最后一直 可以卖出去的 如果我最后 可以卖出去的是10月 24年 OK 24年之前一定要卖出去 这样你就放 10月15号20年 有一些公司他要控制的 可能三个月前就不可以卖 所以Expired Date Expired Date可能是 1月 25年 可是一定要在10月之前 15号之前卖出去 这样你就这样 Key 你就这样Key 这个是Manufacturing Date 就是你几时生产的 热期啦 所以有三个不同的热期 So Manufacturing Date你要打 也可以不要打 这个不重要 最重要还是Expired Date 因为我们会做一些 Report 可以看到那些 差不多要Expired的 那个货 然后这个Last New Stage 你过了这个热期你是开不了单的 好这个 就这样简单 你就 加进去 它必须要一个个加 如果你是有 两批 OK 所以 有两批的话你就要打 OK打两次 OK在这里就打两次 不过没关系我就 用回这个热期 自动产生的热期 我就直接打那个 Pandity 还有这个unit price 如果还有其他产品 你就填其他产品 你看如果是 选到那个 Item C Item C是没有Expired Date的 你是不可以加的 你是完全不允许 去加任何的 Item Batch 只有这些是有相关的 你才可以加那个 Item Batch 所以我这边也是 加多一个 Item Batch 所以我们做一些 Sample而已 做一些Sample而已 OK OK 我们就save起来 Invice number这些你要填你就填 不要填的话你就 关掉它 它就可以过 除了Purchase 当然你 Stock Receive的时候也是可以 这边也是有一个Batch number 你可以自己加新的 Item 你有选到那个 相关的Item 你就可以加 还有Example Example某些我这边没有show 但是 给你知道这些的地方 只要你有Stock in 都可以 当场加那个 Expired的 Item Batch的Code Item Batch的Code OK 所以我们进去下一个部分 OK下一个部分讲怎样在 Invice的时候选择这些 Item Batch 或者是出货的时候选择这些Item Batch 跟那个 热期如果我们填了Lux Sales 最多最多这个 这个热期直接一定要卖完了OK 我们填了过后员工就不能选了吧 怎么去做这个东西 让我去show给大家看 OK当我们做Invice的时候同样的OK 你可以看到这边 Vice选的Item过后这边可以给你选很多个Batch 如果他客户是要可能是 400个 这样你可以选 哪一个先出 这个先出 然后再到这个 你看这个最多是可以去到100个 这样你就打100个 然后第2个Batch 是从这边出了50个 这样你就选50个 OK 他的那个做法就是这样 然后key完了一个Item 你才key另外一个 虽然是比较麻烦 可是 当我们check Stop Balance的时候哪一个还有Expired 就比较旁边了 这个有好有坏 OK好处就是 他 比较容易check 然后会卖过期的东西给够了 所以坏处就是你要key很多行 如果是同一个Item的话你要key很多行 所以在这边其实还有这个show in the info 你可以看到 他的那些 Balance OK Balance by 不同的Batch number 或者是 不同的location有不同的Batch number 也是在下面 然后如果你要用multi location model 这样这个 很重要很重要 这个很好用的一个功能 所以你知道哪一个branch 他有这个Balance 或者是哪一个branch 他的那个location 还有这个hold 然后他Expired date 是几时 几日几号 全部你可以看到 OK不要歌的话 你就show in the info 这边关掉他 然后你就save起来 OK我们再做了一个 Example这个 刚才我们有一个场景 他的Expired date 是到 1月31号 可是他的 Last sale date Last sale date 有没有show 没有show在这边 So last sale date 没有show在这边 Last sale date 还有show在这边 下面这里 这个last sale date 是10月15号 如果我是 现在我是可以看到 全部的item OK 一共有7个item 所以如果我的last sale date 我是在11月15号 OK 所以在这种情况 你看他是 不允许你卖 这个 2409这一批 是不会跑出来 2409 但是如果我是11月 这样他就可以给你选到这个 2409 他有那个 热期的control 他不是跟着那个Expired date 你看他的Expired date 还没有过去吗 9月 21号 但是我的torture了 那个last sale date 虽然是他没有Expired OK Expired是1月31号 1月31号 然后last sale date 是10月15号 所以我一打到 11月 他就 没有办法去找到这个 2409 这一批 那个货了 OK 这个是他的一个 setting 这个是系统本身已经setting好的一个 功能 避免你出错 So 跟着大家来 我们讲解下一个功能 OK key完过后 我们可以看一些report OK包括 比较重要的是这个 Item profit margin Expired date listing 或者是check Transaction inquiry So我show这些report给你看一下 Standard的report 那些你可以print 好像stock balance 的时候啊 你可以选择那些 你preview的时候 他会有那个 Bash number 跑出来的 这边你可以选择 哪一个format 你不要看bash 你选择这个format 普通的format 一般上他都是有那个bash number 跑出来 So他会秀在这里 或者是你可以看stock card stock card是跟一个bash一个bash 这样子是秀出来的 stock card你就看到那个bash的进进出处 同一个产品 他的bash number 的进进出处 进进出处 他就会看到很仔细 So有用过autocad都知道 这些是可以tripped 这些数字是可以tripped OK 然后 那个 比较重要的是这个item profit margin 这个就是每一批 我看每一批的那个costing 你是可以根据 但是你要勾这个啦 show itembash 在more option里面的 more option里面 你要show那个bash number 在这里我可以看到每一批的costing 他的margin是多少 如果你不要 看到那个每一批的 你不要勾 不要勾的话 他就没有跟那个bash了 他就 直接average掉那个margin了 所以两个 report都有 已经是bill完了 然后下一个比较 好用的report就是 Expired date Expired date itembash listing的这个report 这个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Expired date 即日几号到期的 明年到期的 你可以选明年的日期 然后他就会list出来 几时到期 或者是跟着他最后一天要卖完的那个日期 你也可以根据last sale date 去generate出来 可能你要三个月前要planning了 这样你就打三个月 里面要卖完的那些ball 他就有个listing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他的format 这些是他的format So看autocall的report要看下面这一堆 要看下面这一堆 不能只是单单看 上面这个report的名字 那些 要看他的option里面有set了什么东西 OK So 还有一个report也是很重要很好用的 就是这个stocking stocking 通常我们看那些比较慢movement的 你也可以把identbash 来看一下他的那个slow moving的item 他哪个bash出的比较慢 这个report我们都有bill in了 是很好用的一些report OK 除了看report我们也是要checking 有时候我们要check那些根据他的那个bash number OK那个产品的bash number 我们要search 那一批是哪个supplier卖给你 你出去哪个客户了 这种情况我们也是有 只是用这个bash number transaction inquiry就可以了 bash number transaction inquiry这个funktion就可以了 或者是你没有那个item code So你只是有那个bash number你就直接search 然后那个系统 可以直接在自己找到或者是你把4029 那个系统会帮你找到4029 有什么产品有这个bash number的 OK这个是一个他要用的功能 讲完了standard的一些功能我们讲一下其他的setting OK这边有四个不同的setting 第一个是 那个可不可以给你save 空的bash number OK这个是讲什么东西的呢 OK你看现在因为我们 那个item有勾到bash number了 当你做 Purchase Invoice的时候 你选到 那个有bash的产品的情况之下 在这种情况 他是 会 提醒你这个bash number一定要填 如果不填的话是不给你save 包括你卖的时候sales Invoice OK 你也是一定要填到那个bash number 所以在这边你没有填到bash number 他是不允许你save起来的 可是也是有一些老板是 要允许他的员工save 可能他 来不及key in purchase invoice 他要出sales Invoice 这样就没有办法 OK你可以选择tooth option 这个 stock这边有一个general stock setting allow to save empty的那个bash number OK有这个功能 这样你就可以 在sales Invoice so let's say我现在选的是 atom b bash number 空掉 我打10个 5块钱 这样就可以了 OK so他 还是会问你 然后你可以选择save 他刚才是完全不给你save 完全不给你save 现在他是 有那个选择 给你去 照样save 照样save even though你没有填到 这个要谨慎 你要setting这个function的话 你要记得 小心一点 所以我们看下一个 比较advanced OK跟这下来我们下一个功能是讲解这个show zero balance quantity bash number in the itembash Nobabatic 也就是讲 有一些itembash已经是卖完了 他没有货 这样你 如果还在sales invoice上面 show出来 这样他不是很长 那个list so一大堆 已经卖完了的东西 show出来 在这种情况你要怎么样去handle 一般上我们会 隐藏起来 那个bash so有一个setting的 当然 purchase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看到 因为可能supplier还有货 他还要补回给你 so但是sales那边我们就 不需要了 我们就隐藏起来 so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setting 让我show给大家看 OK before我们set 我们去检查一下 看那个 那个item 从purchase上面 你可以看 看回那个item a item a so你看那个bash number 这边是有show出来的 这个零quality的item 还是有show出来的 当然在sales in voice上面 他也是有show出来 这个item a 这个bash number 已经是卖完了的 他也是有show出来 如果不要他show出来的话 这样你就要去toothoption这里 有这个setting的 这个setting 叫做document control 这边有个show zero balance show zero balance quantity bash number in theitem bash nova 你不要他show 你就不要勾 如果你没有勾的话 他去到 OK 其实我要logout login 他才可以trigger so before我logout login 我show给大家看 其实这边 还是有的 还是有 在修行卧上面 目前还是有的 so 就算你勾了过后 他 依然会跑出来零 quantity这些 所以你setting好过后 你必须要logout一次 整个系统 重新再login多一次 重新login一次过后 你再看回这个 产品 item a OK so他这边 零的quantity 他就 帮你隐藏起来啦 这个是他的功能 当然你purchase的时候 可能supplier 还是会 有同样的bash 给你的 所以这个supplier这边 他是没有帮你隐藏啦 他是没有帮你隐藏 哦 他是没有帮你隐藏 只是那个sues那边 他是 才帮你隐藏啦 supplier 通常他会给你bash 你一打打 没有你就自己 去加一个新的bash 那个比较紧啦 sosues那边 我们就尽量不要太多了 因为卖的时候 直接选就好了 把muffer进去 OK so这个是那个hack那些sues 记得记得啊 他只是apply在sues的部分 pergy的部分没有apply 然后记得记得 setting了过后 lock out再long in 多一次啊 so我们进去下一个功能 第二个功能是我们print invoice的时候啦 他不可以把那个bash number merge 这样他就不会show这样多行啦 就只是show那个quantity啦 depends on你自己 你要我们都可以set 怎么样show 我们show给你看 OK这个setting他比较少会发生的 那个比较少会发生的 你看如果是 有一些情况他是 不小心 其中一个员工 他keykey到两个bash key到两个bash 他产生两行同样的产品啦 同样的item 在这边他可能key到 刚好这样子key到啦 OK一共有四行 其实这个价钱是一样的 价钱是一样同样的item bash 同样的产品 在这种情况他print出来的时候 他会show到两行 of course那个item bash 你可以叫你的dealer帮你拉出来 他是一个reportcustomizer 你可以直接customize那个report 可以叫你的dealer帮你拉出来 如果你是要夹那个itembash 的那个show在你的invoice那边 so你就这样子就ok了 so这边你就找那个itembash的description 你看哪里是 有那个itembash的 找出来 他的bash number你拉他出来 如果你要他的experited也show出来 你就拉他出来 这个 format 做好了你就save起来 save起来 放你的公司第1个format so 放好过后你就 preview他ok直接preview他你会看到 那个 bash number会show出来 如果这个info都一样的这样你都不需要show这样的话 可以show250个嘛 250个你可以在report Documents到report control这边去go 然后你可以merge跟那个bash number一样的时候你去goge 他就会merge跟那个 那个bash number他就帮你merge 起来 ok ok 这个比较少用的一个功能啊没关系 这个当作是一个extra的knowledge 所以我们进去最后最后的一个功能 ok最后一个功能是recalculate stop costing的时候 你要ignore那个itembash 因为每个itembash你要算他的costing的时候他拿的时间会比较长啊如果你ignore掉他 他算costing的时候的 会比较快的 好 所以怎么样做这个东西哦 让我show大家那个系统 ok算costing是在choose那边 stock costing option 然后这边有个advanced costing option的 这边你不要跟那个itembash来算costing你就untic掉他 untic掉他过后他就会 你要safe啊记得save那个setting save了过后你才去recalculate recalculate他是重算的 重算的一次 然后以后你算的时候他就 打掉 打掉那个itembash 这样他就看不到一匹匹的那个costing了 如果你是要 一匹匹的cost你要看这样你就不要 做这个setting 只是你 我要解释的就是你 如果 ignore掉他这样你 算那个costing的时候会比较快 ok等你算costing的时候 这样那个情况你的recalculate costing的时候会比较快 功能我已经讲解完 现在是讲解一个好用的plugin 这个plugin是我们的团队写出来的 是EC itembash 所以你如果有留意到整个itembash create item的时候你要manual自己create 而且很慢 然后 mine的时候如果是500个你要选很多行要自己去选 我们做了一个plugin 他create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着一个formular 你可以配上你的日期啊或者是你自己的formular 你给我们那个formular 我们就跟着那个formular来create那个新的 那个itembash ok这样你就不用这样麻烦 然后每一次你选到 要卖这个产品的时候这个产品是有itembash的 我们会跳一个screen出来 那个screen那边 你只需要打quantity总数是多少 然后 那边我们就跟你分 expire date 打一行一行针子去做 我们已经有这种 啊 program了的 但是这个是awyer买的一个bash 如果你有兴趣 啊欢迎你 联络我们的团队 我们的电话码是 014 9672631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